全国独一无二的年度生猪大赛在槟城开跑 一名惊艳老道的冠军猪农 养出了351公斤猪肢 称霸全场 尽管如此 这并没有打破旧的记录 再加上槟城养猪业逐渐的没落 因此主办单位广发邀请函 欢迎他州的猪农跨境参赛一较高下 巴都眼东过去 曾是槟城主要的养猪场 每年的农历11月15号 当地的百年神坛 莲青宫配合庆祝莲山大人 也就是山省宫的千秋宝丹 举行别开生命的生猪大赛 让附近的猪农 把自家养得白白胖胖的猪肢 放上擂台比重量 这项生猪大赛 是根据中国厦门同安祖庙的百年传统风俗 今年共有8只参赛猪一决胜负 猪农替参赛猪去除毛发和内脏后 斗肥斗重 今年是一名来自爪仪 夺冠连的猪农 所饲养的351公斤生猪脱颖而出 勇夺生猪大赛冠军 这个是它的种 不是怎么养 养是有好像有 要另外调它的原料 但是它这个猪我看是比较肥 这个因为要比赛的嘛 尽量养给它肥 原料有改良一点 有多 我也多这个酵素给它吃 它比较它的脚 它的骨比较硬 比较强壮 你养了多久才这么大只 才20个月半两 只是在热闹赛事的背后 参赛猪数量逐渐减少 这是因为槟城养猪业日益衰退 尤其是今年冠军猪重量 更比10年前巅峰时刻的482公斤 少了很多 因此联青工决定 向全国猪农广发英雄铁 只需在比赛两周前通知 就能参赛 今天所称的是351点多 还是没有破到纪录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各国各州猪龙可以来此比赛 希望说会有更多的猪龙来参加 这个是最重要目的 因为我们会失去这个传统 生猪大赛结束后 所有参赛猪都用来祭拜神明 并分发给上线共享 感谢观看